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 这个是给你的辛苦费 钱不多 这些日子多谢了 哪里哪里 跟着沐清修是我的荣耀 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 咱们俩就此别过 你该干吗干吗去 咱们宝藏还没找着呢 宝藏是属于朝廷的 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 你可以走了 不不不 沐清修 不行 你是用的找我来的 我也甘愿为大内孝全马治牢 那宝藏没能找到我新技术 这可是为朝廷 为苍生 行了 你该赚钱赚钱去啊 有为苍明的事情不归你管 这样 改任你去顺天府 我请你吃饭 不不不 那肯定是我请的 谁请的都行 谁请的都行 你现在现在马上给我消失 有件事我想问您大人 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 犯贼请讲 为什么要把我在福土寺里 都当秘密这件事情 向其他人保证 我说了呀 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 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 免不了打你的主意 还不过分什么呢 大人的手下都是内压的 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壮 如果让他们再知道 我得到秘密 一旦被内压更大的阴犬得知 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 内压的手段非比分长 那是算不宜死 我确实不想看到你 弱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所以这点我懂 可是大人 您为什么要瞒着王笛宝 自山西之后 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 追捕朱布凡吗 我不告诉王笛宝 有一个原因是 他只在乎抓朱布凡 并不太关心灭葬 另一个原因 我厌恶北洋 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 大人为何会厌恶 无关其他 只是因为严世凯 当年又不需变法失败 跟他背信气有莫大的感性 严世凯便捷告密 导致变法失败 光绪糟劲 是啊 一直培养我的同管查太大人 被扣上反贼的帽子 斩首抄家 而我也因此做了十二年了 北洋是袁世凯一手栽培出来的 虽说他已下野 但恨无疾无 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 你知不知道 就算袁世凯不告密 你们当年勿训练的变法也注定了事故 其一 守旧派势力强大 维新派没有失权 当变法触及到守旧派的利益的时候 必被遏制 镇压 其二 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康有为的新学伟金考 不要说守旧派反对 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 其三 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只寄希望于没有失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 其四 变法实施冒进 操之过急 失之过重 其五 变法手段单一 单纯地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和法的方式 说得好 说得好呀 还一二三四五 其一 维新派没有实权 你们同盟会有啥 你们连虚权也没有 其二 维新党没有理论 你们又有什么 靠那些禁书传单 其三 维新党没有组织 你们呢 你们就是一群鼠辈 靠谁组织 孙文 他敢落头吗 其四 实施变法冒进 操之过急 失之过重 由你们起 先帝只是想变法 你们呢 你们是要变天 其五 变法手段单一 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 除了拼命你们还会干什么 我再送你一条 其六 像你这样文不能安天下午 无能定乾坤的角色 来多少都是白费 空有一腔热血 不知道往哪儿散 来来回回 就这么几句话 这么一些道理 能说谁 省省吧 你还看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 那二位宣扬的功力 比你强太多了 说话 怎么不说了 再来个五四三二一 滚 无分贫富贵贱 众生皆将平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这句话 但当时的我懵懂无知 而就在这趟上海开往山西的火车上 我与这个剑客擦肩而过的瞬间 没想到 我又再度想起了这句话 每个人都会有过去 就算一个朝廷英雀 也会有过去 我叫门三刀 过去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 出狱后我发现 世道变了 在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份 其实每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的生意 不过他们是求生 而我是取 这年头 好人永远比坏人难做 情深不受 惠疾必伤 所以我本以为 我会就这样截人一身小半辈子 但悄悄一瞬间 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背影 那个我念念不忘十二年 但不敢提及的背影 它的样子很像 走路很像 我看了很久 我知道其实不是它想她 是我想她了 因为想 所以像 但有些事没法再来 就像有些车不能倒着开 时机很重要 来得太早 或太晚 都不行 有些人都不行 我现在对了 来 我还想用 我来 我都可以 我还是有些人 我不是在家里 我不是在家里 我都没想到 我都不想到 我都不想到 我都不是在家里 我都不想到 我都不想到 更多的线索 只是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得拿到 卓步凡的封印 至于王帝宝 他对寻宝不积极 对于吉拿卓步凡 非常积极 所以 只要王帝宝咬住了卓步凡 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 只是现在卓步凡下落不明 卓步凡的下一站是惊失 但是你不能 直接告诉王帝宝 不然就又太巧了 他现在对你 已经没有怀疑了吧 没有了 他有多喜欢你 就像你说的 初恋吧 那通常都是一个 解决悲伤的故事 颖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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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慢点 我疼 冷 冷 那我再给你拿 你咬双被子去 来 张罗 我手凉 也不是很凉啊 你这还挺有劲的 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然我去给你叫做大夫吧 老 老毛病啊 就是疼 每次疼的时候 吃点霍香就好了 哦 好 我去给你买啊 来 该好 你去喝酒 解决了 我去拿 我去喝酒吧 去喝酒吧 我去喝酒吧 我去喝酒吧 你干什么 嗯 我去喝酒吧 我去喝酒吧 买酒好 服侍的人来过你们这儿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来买了些药材 都是些止血疗伤的药 他们住哪儿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没让送货 直接就从店里拿走的 听他们说 好像要着急要走 去京城了吧好像 京城 对 没听做过 没有 他们连说好几次呢 来 您拿 好 谢了 姑娘 我说吗 这两天不见他们 原来 早早日就揍了 事不宜迟 我们尽快赶往京城 你叫人准备一下 尽快开吧 夏璐 龙池将军确实已经授权了 咱们这队人 跟着你去追捉不凡 在别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 但在京城 恐怕有诸多不同 这样 我跟你和嫂夫人 一起坐火车去京城 至于咱的兵 我先让他们赶到京郊 在那边的北洋军驻地待命 你看咋样 行 走 你不想看我的脚 首先给你 干吗 你那个刑罚 使出来吧 又想跟我聊你的革命啊 嗯 下回吧 我今天没带刑剧 那你先欠着我先说 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 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 其实同盟会的理想 孙先生的理想 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 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救国强国 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 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 我说假如 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 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 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 也不会有 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 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 当医生去了 但确实事件无假如 正是因为当年变法 受到皇族阻闹 没能够推行下去 结果光绪不信 你也不信 但是最不信的 是这个国家和百姓 所以孙先生 才放弃当医生 不去给人治病 而给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治病啊 你的意思是 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 是一样的 宗旨上是接近的 好 一 什么一 一根手指啊 你说一次 我把你一根指甲 你还有九根 真的啊 是你自己说先欠着的 你还可以接着说 又或者是 刚刚那次我送你了 咱们俩聊聊菩提风 一根就一根 我还有九根 我加上脚还有十九根 还够跟你聊十九次 说来说去 不都是那些 车轱路话吗 有什么用啊 你要真觉得 手指甲 脚指甲长你身上 你难受 你就接着说 刚刚那根也算 我送你了 好吧 你还能说二十次 你要是送我的话 那我就再多说两句 你还是先听我说两句吧 柳林 你好歹也二十好几了吧 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 家里应该过得不狠吧 你还能去留洋读书 家里应该也不穷吧 我虽然不知道 你爹娘是干什么的 但是你爹娘养你共鸣 肯定希望你活好 吃好 将来给家里正面子 回头嫁一个好人家 可你跑去干什么了 你跑去搞革命了 你的下场会是什么 被我削去了 手指甲和脚指甲 回头再把你给砍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怕死 你不怕死是因为 你没死过 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 我见过 我告诉你 我见过之后 我怕 真的怕 我见过 又是你那些同志是吧 我爸 我妈 还有我哥 其实我们都见过 你的先帝 你的上司 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 还有你师父 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 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 今天就送这么多 你可以滚了 我看你 穆卿大人 你真的不是寻常的鹰犬 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 一个寺庙看门的 就能把你打趴下 要是内务府找到了秘葬 你这一趟 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 王爷训斥够了吗 亏女王爷请罪 如果仅凭一封宝图 就能找到秘葬 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 就找到了 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 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 何必等到现在 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 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 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 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 我们找不到 他们也未必找得到 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 重要线索 就是这宝图一共分三份 缺一不可 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 就算我们有了宝图 没有口令 依旧打不开秘葬 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 我手里有一份 无论是他杀我抢图 还是我杀他夺物 我们都打不开秘葬 所以此时此刻 还谈不上 谁给谁做假意 至于天下第一剑客 我以前以为我是 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过王爷也请放心 我以后依旧会见苗天下 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 筹码对等 但只要内务府 不放弃追查宝藏 我就有机会有把握 抢他的宝图 但就算拿到了 也无济于事 这第三张宝图 线索全无 所以我此次回京 就是为了 获得更多线索 王爷要是训斥够了 还请王爷好好想想 如何能提供线索 让我再继续查下去 这个你放心 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恕罪 此次寻宝之理艰险异常 远超出之前王爷跟我所描述的 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但现在看来 将会十分艰难 我也确实没想到 这宝图还有三份 看来此程 要比预想的要波长 而如今我门里门徒 也损失了很多人 所以 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 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 重建荣天剑派总坛 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 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 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 这个不用你说 死去的人必然要重叙 我还需要提前预知一部分报酬 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 已无其他营生 这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吃穿硬都 固车租马 处处都要钱 现在我们已适时结局 所以还请王爷能 能够预知一部分报酬 你还有其他营生呢 人总是要吃饭的 总得有个营生 在这之前我们做的是押标 天下第一剑派会去押标 好 王爷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派 自然不会势强凌弱去打家劫舍 不过押标也是凭本事之番 王爷您不必笑话 佐不凡 你是 佐食不凡哪 去账房拿银子吧 那就多谢王爷了 在下告退 一个不入流的东西 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 竟敢坐地起架 让他做点事 死点人要怎么了 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 王爷息怒 你去叫江湖速来见我 是 等一下 你悄悄地 把于幻杰叫出来一趟 明白 我回来 我回来 你去吧 走 你去吧 你去吧 可以吧 我在哪儿 不带来 你去吧 我去哪儿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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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去吧 人人 以我又偷恨 你来这句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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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王爷 我把于幻杰带来了 草民 于幻杰 叩见王爷 你觉得寻找敬坛密葬 卓布凡有几分把握呀 回王爷 小人 小人觉得应该有六七分 即使有六七分 那为什么卓布凡在我面前说 此事好像艰难无比一般呢 依你之见 卓布凡本人对密葬有多大兴趣啊 卓布凡他 他其实很想找到宝藏 原为何故啊 回禀王爷 他卓布凡就是个武痴 这传说 敬坛密葬里还藏有 少林的武学典籍 这是卓布凡梦寐以求的东西 如此说来 他也可以和内务府携手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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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不敢 王爷放心万万不敢 你是不敢 卓布凡未必不敢 假如让你去找 你能有几分把握 回禀王爷 小人如果去的话 应该也有六七分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谢王爷 若是让你做容天陵掌门 你愿意不愿意 小人不敢造词 我们换个提问 若是容天陵掌门之位 和三千两黄金 让你选 你选哪个呀 回禀王爷 我们容天陵 已经落魄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是在过 朝不保夕 颠沛流离的日子 哪怕日后重建一个总坛 想必这个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所以 倒不如 有一点钱 活得能舒服一些 你倒是说实话 坐下说话 谢王爷赏赐 知不知道有句话 大人物求利 小人物求名 小人输读得少 大人物掌握资源 容易获利 有了利 可以用钱去买名声 小人物之所以求名 是因为处在劣势 无利可图 只能积累名声 慢慢地用名声去换钱 王爷 提呼灌顶 容天陵掌门就是个名 天下第一剑派也只不过是个名 你不选名 选要钱 倒是明白人的选择 大人物的做派啊 小人哪敢称是大人物啊 从今天起 你要直接和我联络 卓不凡所有的行踪做法 都要跟我详细地禀赴 是 谨遵齐亲王之令 那是三百两上你的 若找到了靖坛密葬 赐你三千两黄金 再赐三品五官参将一支 不论天下哪个门派的掌门 依照律律 见了官都得归 何况是三品大院 于幻杰 只要你对我尽忠 我就会让你 名利双手 谢王爷赏赐 谢王爷信任 谢王爷给机会 幻杰肝脑涂地 誓死秀忠王爷 赐王爷信任 购兰君 欧杰 我们得尽忠王爷信任 请付小美金 到时候 再来 再来 赐王爷信任 来 快 快 救我 快 救我 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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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不愛家卻 來婆婆不擁 來婆婆俺 都要把我細胞皮摟一火下 心事命當然 先能飲香 年月 手蓋山 Ric若 云発大陸 偵的經賦 物魚 木魚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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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头我肯定不能留啊 这是你家 是啊 我也十二年没回来过 内陆府带你不薄啊 这么好的庭院 朝廷阴犬嘛 待遇肯定不差 我就住这屋 你屋能够直接看到我这儿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也可以把你锁在我屋窗户下边 我哪有不满意 多谢大人没把我送进行部大牢 你不必谢我 我为什么没把你关起来你明白 为什么让你住在这儿你也明白 所以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又逃不掉 被别人抓了只会更惨 所以呢 我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就好了 沐清大人 什么时候聊聊 到了饭店会有人来给你送饭 缺什么直接跟下人说就行了 这里是顺天府啊 你要是想聊的话 我带你去内衙刑房聊 那里工具齐全 聊一次换一种刑罚 一次一劫 省得欠证 找了上百年 就凭半张图怎么可能找得到你 菩提封印里什么也没有 据说仓暴图早就被毁了 菩提传人也不可能这么傻呀 当然不傻 你发现什么没有啊 尚未有所发现 不可能毫无头绪吧 这个暗格的做工比较特殊 我打算从他的出处去查 谭仙的那个保镖怎么处置了 暂且扣押在我身边 暗里是要送去刑部 但我怕他还知道更多 而且万一后面能派上用场 只要能为你所用 别的就不用管了 是 大人您看 戒律院这一端 一端有根流处 另一端是断面 而菩提院这一根 一端也是根流处 一端断面 你说这个木头它是一头一尾 那这么说 静谈密葬的封印还不止两份 这是陈水章 产自于福建 虽然不珍贵 但也并不多见 如果要凑齐一整根的话 估计还要一到两段才行 幸运帽 幸运是我的英文名 您不记得了 运气好福兴高照啊 帽不是帽子的帽 这也是英文 杂货铺嘛 我知道 对对对 您看我这脑子 格格您可是刘洋回来呗 所以说咱们聊天就是省事 没有语言障碍 咱们这个店的中国名叫汉灿汇 星光璀璨 浩瀚无银 意思就是说 咱们这个店里的东西啊 又多又好 在京城开一家高端真品店 是我多年的粟 我一定会将汉灿汇 做得风生水起 谢谢德格 今天的货还是老样子 您先随便挑 您挑好了 别人才能继续看 以后咱们可就方便了 店就开在前面 您要是想过去看看 您就请一步 您要是不愿意懒得动 我就送过来给您挑 这个 不用我多说了 您懂的 干吗送我东西啊 我这不是 这两天就要开业了吗 这开业不得请朋友来捧场吗 这捧场 还能有谁 比得够格格您有面子 格格 您要是不来 拉给我 伤心欲绝啊 请见 我 公务繁忙 哥 我这店里你们多近啊 你只要拔个腿 走到这家门口就行了 一点都不耽误事 我就是要个面子 红包也不必包 我已经准备好 这个 是小弟给您的 大哥给小弟面子 小弟表示感谢 这个 是劳烦庆典当天 您 给小弟我的 您只要抬手递给我就行 礼物 礼物也不用麻烦 我已经买齐了 绝对有里有面 绝对拿得出手 到时候 您直接抬手递给我就行 连提字的帖子 我已经找人写好了 嗯 还是找明家写的 哦 如果落款大内高手 你觉得有辱色闹 我马上叫他们 重新写给送过来 我告诉你啊 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咱可不是一般的交情 而且 这次庆典 好多王公贵族的夫人太太 都硬要出席的 好多有头有脸的人 也都是要来的 那更不缺我一个 缺 那些都是客户 你是我兄弟呀 而且 我的客户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 都能王爷家的几个册附近 中书大人的夫人和岳母 齐王爷家的乌兰山哥哥 都来 沐青兄 你要是不来 那我真 肝肠存断了 兄弟 亲兄弟 咱们这个 中西合璧珍品店 东西那是相当地到位 我的眼力你是见识不了 能被我收来的东西 那是渐渐能传家 个个能传世啊 哎 沐青兄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意儿 想卖点高价的话 一定照顾 都是兄弟 佣金肯定给你打个大折 我还真有一件宝贝 嗯 你先给我顾个价 好啊 拿来看看 看看 陈水章 木头是福建的 福建出木雕 但没什么好木头 陈水章算不上什么大陆货 但是跟真品也沾不上边 工还不错嘛 撑死了二十两 哎 不对 看截面 这玩意儿是成套的 如果只有这么一个 当单品卖的话 十五两顶天了 眼力倒是不错 不仅能一眼看出材质 还知道是成套 大哥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犯得着藏着掖着的吗 还不一次拿出来 干脆点行吗 都拿出来吧 我看全了我好给你 估个准价啊 我就只有这两件 那这价 我给你出个价吧 一千两 大哥 最近是很缺钱吗 穷疯了 只要你能查出这道东西 一共有几件 并且查出它的出处 我就给你一千两 那这钱我得挣啊 这得挣啊 沐青兄 你让我把东西带回去 好好研究研究研究 一日 不 半日 半日之内 我肯定摸个水落石出 年昔日清晨衣 才敢提笔宿别离 被情终暂寄于隔壁 回忆挪去你为期 思想时而在别离 回荡出许你 你约定全都是心 未曾相设身去义 更未曾相设依 却是要用这此生还天地 生平 我却非两情薄异 奈何不能危机 珍藏你与我 仍不忘改天还地 要只剩依我所欲难缘 依依我所欲难缘 此生无缘 无悔见玄缘 要只此爱此情难相守 脱蜜花开上枝头 春水送腹肘 对月也闯悠 要只剩依我所欲难缘 要只剩依我所欲难缘 依依我所欲难缘 此生无缘 无悔见玄缘 要只此爱此情难相守 脱蜜花开上枝头 春水送孤舟 对月也闯悠 作词然无あります 刘仲 ovat佛